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 大家越来越注重精神享受 每逢节假日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外出旅游 而作为跟中国距离挺近的国家 日本就成了很多人的第一选择 抛却历史原因不说的话 日本的风景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当地的樱花和动漫文化都十分出名 所以不少年轻人都比较向往 而在日本文化中 女孩子穿和服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于她们来说 和服是日本传统服饰 所以大家在街道上碰到这些女孩子的时候 都忍不住合影留念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些穿和服的女生根本不适合拍照留念 因为后果会让你难以承受 这部分特殊的女性来自于日本的一种古老职业 她们被称为艺技 专门从事艺术表演的相关工作 工作地点大多会锁定在一些传统的酒馆 来这里吃饭喝酒的客人可以观看他们的表演 有这样的表演助兴 喝酒时候的乐趣也会翻一翻 但是如果大家在日本街道上偶遇异计的话 千万要小心一些 不要随意跟对方合影 一旦对方发现你有这样的举动 岂有可能会索要高价费用 就算你愿意删除所有的照片 也没办法避免一系列的小争端 所以身在异国他乡的时候 大家最好还是低调一些 不要随意做出一些当地人没办法接受的举动 看了这样的介绍 大家是不是对日本多了一些了解呢 下次去旅游的时候 切记不要太随意 这样才可以保证自己有更高的旅行体验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